大家平安 我是黄雅各 欢迎大家继续来收看撒加利亚书 我们今天要来进行到撒加利亚书第一章 借着撒加利亚呼吁百姓要悔改归向神 警告他们不要效法他们列主的背逆神 从第三节第四节我们可以看到 大利乌王第二年的八月 耶和华临到义多的孙子 比利加的儿子先知撒加利亚 第二年的八月 大概就是主前五百二十年的十月到十一月之间 看到了先知那个时候 哈盖已经开始对于百姓说的第二个信息的 我们可以参考哈盖书的第二章 那第一节开始 那义多的话 他的祖父义多的话 是他这边提到他的祖谱 在旧约里面也有很多人的名字是叫义多 那最重要的话 我们可以在离西米十二章四节 这边提到这位义多 他是在主前五三八年 也就是第一批跟着索罗巴伯 还有大祭司约苏亚一起归回的这一批人 那如果说这个义多是 这跟离西米十二章那里讲的义多 是同一个人的话 那么撒加利亚的出生 应该是就是出生在显赫的祭司家庭 第四节这边讲 你们不要效法你们列祖 因为从前的先知呼叫他们说 万机之耶和华如此说 你们要回头离开你们的恶道恶行 他们却不听也不顺从我 这是耶和华说的 勉励百姓要离开恶道恶行 不要向你们的列祖去效法 第六节这边讲到 我的言语和律律 这边指的是有关上帝 他行惩罚这些作恶的人 这些的律法 他们就回头说 万君之耶和华定义按着我们的行动 作为向我们怎样行 他已照样行的 所以这里的话意思就是说 他们的列祖已经受到了惩罚了 承认神是按照他们的恶行 会报应他们 所以这里告诉我们 今天的每一个基督徒也是一样 上帝会按照我们每一个人的行事为人 来去报应我们 所以我们非常要谨慎注意这些 我们的言语行为 七到第十七节 翻十六数当中的上帝差派的使者 撒加地亚他看见了犹太有神的使者在看守 所以他知道这些选民虽然是受到了外邦人的欺负 但是上帝仍然非常的关切他们 并且要使他们复兴 第七节这边讲的十一月 也就大概就是今天的阳历的一月到二月之间 谢霸特乐 那个是用波斯的历法 在贝鲁时期 犹太人都是用这样子的乐历 这个时候的哈盖大概已经 讲完了他最后一个信息 百姓也开始悔改 并且也开始积极地建造圣殿了 所以这个意象出现在于 第一个上帝的 只是先知 撒加地亚在几个月之后的话 日期定在主前519年的2月15号 这个时候就开始看到了 由于这一个意象之后才会出现第二个日期 所以我们应当以此作为意象的一个架构 焦点的话集中在圣殿的重建这个部分 第八节这边讲到了 见一人骑着红马 一个人 这个人就是第11节所提到的 耶和华的使者 这个挖地的意思 就大概就是指的圣殿附近的 低挖的地区 翻石流树 有的圣经翻译成为桃金香树 像铝中中版本的 那这个树的话是 一年世纪都是长绿的 它生产在巴勒斯坦 还有地中海地区的 这些的潮湿的山谷当中 那这里的马的颜色的话 大概跟启示录第六章所讲的马 应该是没有什么关联的 第九节这边讲到的 与我说话的天使 跟上一节第八节所提到的那个使者是不同的 这乃是解释意象的一个使者 所以不要给他混扰了 天使引领我的意象 天使他不仅是传达神的信息 也解释了这个信息的 并且他回答了有关这个信息的这些问题 因此的话 我们在大英理书第八章十六节可以看得到 加百炼像大英理解说的有关 大英理所看到意象的这个能力 所以从古代的多神主义的这些的脉络 神明的使者 通常就是指着阶级比较低的一些的神明 第十节这边讲到了 人也就是耶和华的使者 受差遣 前往遍地 波斯他们帝国那个时候的信差 都是骑马的 所以这些人 每天在帝国里面的境内 来往奔波 维系着古代的一些世界他们最有效的这些的信息的联络 翻十六树的话 他就是指出在宫廷的花园当中的一个景象 第十一节全地都安息平静 虽然波斯帝国在大利物王登基的时候 很多地方都叛乱事情 但是这些叛乱不久就被平定了 帝国里面也呈现了一些太平的景象 唯独犹太人他们仍然受着外底的欺压 这个我们可以看以斯拉四章七到十六节 这边会讲到 但是在尊王在这种情况之下 上帝仍然应许会震动天地 请赴万国 高举选民 这在哈盖书二章六节可以看得到 所以的话 撒加利亚他第一章下面的这些的经文的记载 耶和华的使者就提出了疑问 十二节这边讲到七十年 这个是先知耶利米他对于犹太人 当时被巴比伦所掳的这些的时间的连线 这个连线的话也可以指犹太历史当中的两个阶段 第一个是指的 犹太人被巴比伦王离不脚尼撒王纳入版图 这从祖前六零六年开始 一直到波斯王古列 他下旨 让犹太人回归故土 这个大概在祖前五百三十六年 这是第一个算法的七十年 第二个算法的七十年 就是巴比伦王离不脚尼撒 把圣殿给摧毁的这个时间 这是祖前五八六年 一直到圣殿在索罗巴伯手下重新修建完成 这个是在祖前五一六年 正好也是七十年 所以这两种的算法都是七十年 上帝惩罚犹太人的时间就是这样子 十四到十七节 神指出他仍然爱以色列人 甚至怎么样 老恨那些压制以色列的列邦 在十五节可以看得到 他又预言耶路撒冷以及圣殿 将重新重建 并且以兴旺的繁荣来形容 这些以后的圣殿 第十五节这边讲的安逸 就是指的高傲没有顾虑的 加害过分 神因为百姓 他们的罪对他们老路 借着外邦惩罚犹太人的百姓 但是那些充当上帝惩罚工具的这些列邦 现在却大肆地爆裂 犹太人几乎要把神的百姓给灭绝了 在十六十七节预言这些以后的日子局部都应验了 四年之后圣殿重建的工程完工了 稍后离西米也重新建造了城墙 使得百姓归回住在耶路撒冷 他们可以安然居住 但是在两月之间 大概马克比时期 犹太又脱离了外邦的小儿子得以独立 所以那个时期有马克比王朝的称呼 不过这个预言完全应验 还有待弥赛亚国度来临的时候才能够完全应验 所以这个准神是指的当时候建筑度量的工具 那这句话的意思就指的是耶路撒冷必须要重新获得重建 十七节这边讲的我的诚意就是指的犹大的重成 所以这并不是单指耶路撒冷成 第一章的十八到二十一节又是另外一个段落 释脚跟释将这个是指的犹太他的仇敌必被灭亡 释脚在旧约象征力量或是国家的意思 那在这边代表的要打散犹太人的敌人 有的学者认为这个视角是象征历史上犹大的四个敌国 或者是贩子从四面八方而来的敌对犹太的势力 但有人认为四是代表四个帝国 有人又是指的四个四级 是那敌人出没之处的地方 所以从建造圣殿的脉络来看 所以令人可以信服的看法就是 这个脚是象征着祭坛的四个脚 以色列人归回不久之后 祭坛就已经立好了 但是因为圣殿的重建必须要挪开 所以有人又解释了这个脚 二十节四个匠人 这个四个匠人是象征着克制敌人的力量 好像以西节书十四章二十一节那边提到的 是个四种的审判一样的 匠人或者是工匠 在主权第六世纪末的时候 在巴比伦的神殿里面有很多的这种的匠人工匠 其中有一群的人被称为乌马鲁 乌马鲁的意思就是指的是工艺的匠 其中包括了有擅长不同技能的工艺的匠 有些是以木头 有些是以金属 有些是以皮革 或者是布料 石头 宝石 作为素材 他们在雕缩 所以同样的名称 在那些据称是有天赋异禀的王室的参谋里面 也有这样子的人 这种人也被视为能写出 一些旷世巨作的这些的贤人 总而言之 这个称呼的话就涵盖了宫廷 他们神殿里面的一些的不少的专家 所以这是我们对于第一章的一些的讲解的看法 我们今天课程到这里结束 谢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 吱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